耶恨部落父女带着游客共同跳舞 耶恨部落27号举办106年妈妈桃整合行销活动 带游客体验部落人文 更行销即将采收的妈妈桃 当然是很期待 所以我现在是先过来这边看一下 因为5月份我还过来这边采买水果 我们今年妈妈桃的产量比去年还多 今年还多 那么我们看今年的套袋的状况来讲的话 应该是会盛产的 105年1月发生的霸王级寒流 让妈妈桃受到严重影响 农民损失惨重 今年气候稳定估计能够盛产 光耶恨部落妈妈桃的产量就有约23万颗 这是耶恨部落族人自己一手策划行销活动 要用自己的能力带动地方农作经济 今年就是我们那个水蜜桃整合行销 就由各个协会 由各个协会这样子去负责自己的那个产量 还有那个配单这样 复兴区水蜜桃 大多由部落年长女性农民新股栽种 因此建立品牌称妈妈桃获得游客喜爱 当地农民预估5月中旬就可以采收 希望透过提早宣传妈妈桃 刺激买气 吉尔纳博路人桃源复兴采访报导